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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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也是一首比较摇滚曲风的歌曲 所以呢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新歌很厉害 下面是我们大饼的好朋友 又回来的我们的小菊林彦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菊林彦俊 小菊林彦俊 最近在准备个人的音乐作品 个人单飞 单飞的作品 期待 期待 下面是我们快乐家族的好朋友 她可是恋恋啊 我们欢迎莲莲 大家好 我是莲莲 好 我们今年呢在这个上古蜜月的故事当中呢 看到很多有趣的这个齐趣的画面 但是在《金正大名》当中 我们会有几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好 我们进入到第一轮的比较 第一轮的关键词叫做成双成对 《成双成对》游戏规则 两人一组根据给出的拼音声母 组词抢答 抢到答题群后 一人进行动作展示 过程中不能发出声音 队友根据看到的动作 猜相应的词 猜中则过关 每一轮游戏最后答题的队伍 接受喷气惩罚 我们每个队有名字吗 我们这个队叫颜值报表队 我知道 你们叫颜值报表队 我们想好了 没什么队 我们叫颜值差点报表 我想到一个更贴线的 我们叫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可以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对 我们叫茶水表队 茶水表 对 你们叫颜值报表 他们叫茶水表 你们叫 我们就叫 我们就叫 蝶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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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他是另外一个蝶恋了 他甚至是另外一个牌的 因为他是 蝶恋花 我觉得下一句话他就会喊 你若安好便是蝶恋 各款各行 好 现在调侃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了 出了题之后 先不要着急 听完主儿喊开始才能抢 来 随时都有可能喊开始了 开始 来 开始吧 伤机 什么东西 不对吧 伤机 没错 什么 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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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军 你伤机拱手给人 不是 他路过那儿看到一个门面 路面 他觉得是伤机 签了个合同 那应该是NSH 应该是诗 伤机 不是 因为他里面是发给伤机 伤机 就是你觉得李彦俊的普通话 没那么标准 不是标准的问题 普总观 你好不好奇 彦俊其实表演的是什么 你好奇吗 他就是说的伤机 我们就是被你们黑了 你确定是吗 伤机是吗 我其实是上胶 上胶 娜姐好努力在那 伤机 就得好 开始 好 拿水表队 好 来 注意时间 小心 回答正确 好 过关 好 来 开始 来 延迟差点报表队来了 好 俊成来演了 我知道了 撒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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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撒娇 就是撒娇 撒娇就这样撒娇 过关 好 现在有两队过了 这一轮的输家将会是在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颜值报表以及蝶恋花三者之间产生 加油 准备 准备 蝶恋花 蝶恋花来了 朋友们蝶恋花来了 好演 准备 朋友们 无心的脑洞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看好这一队 来了 开始 杀鸡 如果杀鸡可以 伤鸡也可以 伤鸡也可以 很多小朋友在看 老师们已经花了很多力气 生母 让他们分辨生母师和私的不同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混淆这个不能过关好不好 好 来 好 再来 预备 开始 好 来 颜值报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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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低队的我们很有那个 默契 好 色鸡 我 啥 你这是什么体育项目啊 色鸡 是什么 那边天冷是不 这片的舌头给我卤直了 你知道色和色是两回事对不对 色鸡 色鸡 对不对 所以色鸡就后面那个 要H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一直说的是色鸡啊 色鸡 杀鸡啊 OK 我建议啊 你俩你演一个吧 因为我发现黎晏静是私师不分的 好不好 来 预备 开始 叠点花 叠点花就来了 我来 朋友们 叠点花来了 你看看我 快要 十三个月 三个月 四鸡 那天 四鸡 叮点花 超鸡 不是 平舌的 四鸡 四鸡 他还活着 四鸡 不是 四鸡 不是 你快点儿我都想换台了 你快点儿 送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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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送鸡可以 五夕你其实想演的是 那个四鸡 四咬鸡 重鸡 死鸡都算对 都算对 好不好 好 你们过关 最后的角逐 将在颜值报表队 和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队当中产生 你来啊 我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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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开始了 开就按了 我已经开始了 只有我们两组 是吧 是 看谁精彩 好不好 好 都对 看谁精彩 怎么样 娜姐 娜姐 你先来 我先来 你先来 我们压轴 好 你去演吧 来 好 别败了 别败了 我还能再来一遍 你没明白 我再来非常精彩度 我再来一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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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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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们来演吧 你们演的什么呀 我演的很好 四季 四季 四季是吗 对对对对 这都能开出来 这个很难突破了 很难突破了 到你们了 我融入了一个现代舞 你想一个特别难 特别难的 特别难的 好 来 不要 不要撕金 撕金赢不了 撕金赢不了 你是不是想着撕金啊 都猜透了 有这个 和她也深刻 ő 她也深刻 撕金 手撕金 好 我个人觉得 虽然你掌声没动 但撕金确实没有 四季 精彩 你觉得如果判你们赢 就是谬赞 对对对 谬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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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恭喜海涛这一组 在最后关头呢 就也赞助了阵角 好不好 太好了 验尽 来请发一下颜值报表队 我们颜值报表队 只有丝巾 好 再给大家一提的机会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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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来 各位注意啊 手放在抢到镜上 预备 开始 颜备 又是我 你想到了吗 我想到了 好 好 好 来吧 开始 胡子 过关 你开始 过关 3 2 1 开始 我来 来 好 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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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关 你开始 看一下 开始 好 好 严谨君和娜娜 来了 娜娜来了 来 来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来 是什么 孩子 对 啥 你这明显过不了 什么孩子这么横 都走成这样了 叫孩子 你家孩子 你家孩子这么横 孩子气 孩子气 他应该想演黄子 对不对 对对对 黄子 对 他是皇宫里的一个孩子 不是 黄子他也是孩子 是不是 好 不能过 来 来 继续 预备 开始 好 来了 朋友们 茶水表组合 怪不得你俩一对 真的太难猜了 这男孩知道 女孩不知道 对 这是什么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知道 这游戏里的 落地成盒了 所以是盒子了 好 好 好 过 来 下面 谢谢 朋友们 游戏又来到了这两岁之间的焦灼 来 预备 开始 你随便想 我们很有默契的 孩子 不是 汉子 汉子 汉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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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够精彩 我让你们免于惩罚 好 好 好 如果你们比我们精彩 我们就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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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开始 不是 过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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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呀 来来来来 喷我 来快快快快 来来来 两个一起来 两个一起来 这是什么 海蛇吗 海蛇 蛇 蛇 不是 蛇 C H 海蛇呀 也是 子 海蛇 你哪怕说 你哪怕说海贼都行 董老师 左开一点 海蛇 海贼 海贼也是 你演的海贼 对 如果你演的好 你可以喷一下 渡海汤 海贼 也可以喷一下 海贼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暖身之后 我们下面进入到 人生AB两面的游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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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的环节呢 关键词是 是人的两面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很丰富的 都有可能有AB两面 有大家熟悉的面 但是在私底下的生活当中 它是什么样子呢 这五位呢 记录了他们生活当中真实的一面 但有趣的是 他们都没有露脸 每个视频都有一个关键词 对面的两组 你们要想办法猜出 这五个视频分别对应的是 他们五个当中的谁 当然他们五个也会互相打掩护 互相配合 尽量让你们猜不出来 明白了 好 第一个视频的关键词是 可爱 这五位当中谁最可爱呢 来 请看第一个 皮卡丘 皮卡丘的监察日记 这是一条超级可爱的视频 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主人 好 他会带着我到处跑 还会把我穿在身上 啊 对 有时也会把我踩在脚下 你们看 他的床单和枕头 都是我的主案 睡觉之前 还会跟我说晚安呢 真的睡觉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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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主人呢 可言可甜 会经常在家里健身主体 他每天都会用的这个纱带 使得没错 就是皮卡丘黄 但是 你每天打我 感觉怪怪的 等等 除了我 你竟然还有这么个好朋友 好 好 当然了 我主人的才华也是非常厉害 我是粉纸送给我的 我特别挡七个钱 搭配上我的皮卡丘 我只会干 这个会干 好 你说会不会是脸脸呢 对啊 会不会是她呢 每天在家里去玩 因为脸脸她真的很喜欢 就是打鼓 她心里现在就在打鼓 我是在脑补 脸脸跟皮卡丘 说晚安的画面 对 我刚刚就在想 脸脸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说 一个皮卡丘晚安 我要睡了 就是 皮卡丘 晚安 好吓人 好吓人 那我 听那个彦俊说一次 皮卡丘晚安 皮卡丘晚安 皮卡 是那辆车吗 没有 那个皮卡丘说晚安 应该就是皮卡 这位哥是有研究过 这是懂的 皮卡丘的语音习惯 对 但是她不听题 她不听题 要显示自己比我懂皮卡丘 她的意思是 真正喜欢皮卡丘的人 不会说皮卡丘晚安 因为喜欢皮卡丘的人 对皮卡丘他们说晚安 都是皮卡丘 就是晚安的语音 对 没错 看来何老师很懂 是这样的 对 好 现在这是第一个视频 大家大概有概念了 有概念 好 接下来请看第二段 第二段的关键词是 养生 请看 你会看到 我点断 挺想 放松一点点 让你睡个好觉 然后呢 男手段 还要很贵 这也是平时那时候 你算是要 拿几盘看 这是我们剑的 没有开锁了 可以说是合法的 这是我那个剑 可以拉一来 我跟我说到你的身体 我看这个 我说北京这路况很不好 你一股车 你就这样 我车就拉人 不过我们的爹体 那个肩膀 为什么呢 你摇摇什么次 你知道吗 你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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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你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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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一个大的互动 体验一个健身器材 让你们看看谁最娴熟 谁有可能是真正的主人 好不好 来 娜娜 你们那对要选谁 蕾蕾吧 好不好 蕾蕾 来 你给我们示范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用 这是 这是一个拉力带 对 对 好 这是其中一位的演示 还想看谁 这边吧 俊臣 好 俊臣 来 俊臣没种能玩出不一样的 俊臣没种能玩出不一样的 这在练杂就是 也是故意在迷惑我们感觉 你打到手 你弄狠狠狠狠狠狠的意思 还有一个名额 俊臣 你们想选谁 选 徐子 徐子 好 俊臣 这个东西说实话 我经常玩 这干嘛 这能练出毛病来 保护颈 保护颈椎 保护颈 燕俊你见过这个吗 第一次见 你要不要弄一弄 试一下 试一下 都来吧 给来 给这两组稍微多一点机会 断了 射击 你燕俊又在射击 这个儿躲不去了 好 这是我们第二段视频 有概念了吗 大家 有 完全有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会百分百的正确 会 一定的 下面这一个主题叫花美男 很符合今天的这五位同学 好 我们来看这段视频 有的朋友在休息的时候 他们会赖在床上 或者选择看书 或选择看电影 但是我觉得生活需要温暖的次财 这就是我爱的花 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你不应该在这里吗 我把你放进去 但是如果把你真的放进去的话 我怕你会淹死在这里 走 我带你去找你的小伙伴 他们在这儿等你 看 你在这里 有我 温馨提示 这里不是花旁 是我的餐桌 我吃饭还有开店 你晚了 天干不早 给你们做上一个真准的小死怕 怎么样 看你们喝饱了 我也渴了 来瓶水姐姐渴了 哇哦 哦哦 棒吧 为什么这些花会有如此高的待遇 因为这些花儿不一般 他们来自马远山 看 看 这就是我的家 我的家里都是花 爱人 所以这个花美男是爱花的一个美男子的意思 爱花的美男子 等一下 刚才确实看很浪漫啊 那同桌有小声在我耳边跟我说说 刚才那片花摆得很东北 就是我们两个是东北人 你知道吗 脸脸拍这个花了多少钱 那一桌花的冰箱 我刚才觉得不像她的 就是我觉得她不会花这么大成本 对啊 这件事 我跟你说我抠的呀 她可能就是把预算都放到买花 所以她的那个模仿是零成本的 这是真实的生活吗 还是说 这个人肯定是真实的爱花 但是魏梅魏拍这个短片做一些夸张 比如说冰箱里全是花 这个我觉得稍微有点夸张 门是花门也有点 门是花门 包括餐桌上摆一个杯子的位置都没有 只能到别的地方去吃饭 分析一下是他们五位 谁会这么用心的为大碑 我觉得就看他们这里面谁比较咸 是我 你摆这花花花很久了 花好一天了 那肯定 是你的工作人员摆 还是你自己摆的 都是我 如果她这么认的话 我倒提醒这边的两组 稍微多一个心仰好不好 我跟你说会不会是林彦俊呢 刚才那个 浪漫的男孩 花美男 花美男 我之前有那个学过花艺 所以平常在家里会练习一下 所以其实林彦俊也是多才多艺 她不仅会色机 而且会发你 好 各位来看第四段叫品味 那么这个关键词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 请看 今天呢我泡的是一款武夷山的盐茶 首先呢将器具先清洗温热 第二步呢是将茶叶充分的受入 然后呢开始洗茶 现在已经泡好了 可以喝了 很多人说年轻人啊 喝什么茶 只有老年人老干部才喝茶 我觉得吧 喜欢喝就喝吧 喝酒啊 我只是喜欢喝 没品 没细品 刺刺刺 给你们看一下 这几支是我非常喜欢的杯子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些也是我参与制作的 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呢 这个杯子我特别的喜欢 因为它比较符合我的审美 这个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杯子 来 给你们看一下 这现在只是我杯子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有机会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真的要认真的思考 我已经基本上猜出是谁了 这样这一轮也给大家开放一个互动的机会 好 这次严格的只能有三个人 每个人尝一口这个茶 要准确地说出它是什么铲 好不好 你们选哪三位 第一位是谁 第一位 好 俊晨你先喝一杯 我是选 二吧 知道了 还有两杯谁来 小菊 小菊来 这一段相当的高调 他觉得不需要喝 懂茶的人闻就能知道 是这样的 我是要求你说出它是哪一种茶 不是说是茶还是咖啡 是吗 对对对 可能他多少尝一下 相当自信 好还有一杯 谁来喝 擂拼 擂擂 擂擂 擂擂擂擂 Als 擂擂来尝一号茶 注意 不会再喝一口 你也还尝慢慢来慢慢喝 有多渴啊 这孩子晚上不可睡觉 有感觉了吗 好 鲤擂擂 � personalized 我说完了 好 雷哥别是味觉出问题了 请说出来 首先俊成 你这杯是什么茶 黑茶中的熟谱 黑茶中的熟谱 就是熟的普尔 好 燕俊 你那杯是什么茶 我觉得它应该是 绿茶 绿茶 你只能说到这么细了对吗 对 比如说他说黑茶中的普尔 你比如说 绿茶当中的 绿 战斗机 好 来 蕾蕾 你这杯是什么茶 这是一杯绝世好茶 好棒啊 你没说它是杯凉了的茶 我已经很感谢了 是杯好茶是吗 这是杯红茶 红茶 好 红茶 我们首先揭晓一下 俊成刚才说是 黑茶当中的熟谱 太精准了吧 太厉害了 非常准确 普尔茶 好 下面呢 是一杯绿茶 我们看看到底是不是准确 绿茶中的战斗机 龙井 没错 龙井就是绿茶 龙井是绿茶 可以啊 好 现在这样 雷雷 既然已经有了普尔和龙井 那剩下就是其他的几个种类 红茶什么之类的 随便 你确定是红茶对不对 我换一个来得及吗 可以 比如说 铁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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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红茶完全是两个味道啊 朋友们 我们看一下 大红袍 好 同学们 现在呢 百分百正确的是俊晨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他们五个是一个战队 他们的任务是迷惑你们 所以呢 你们心里有数了 谢谢三位 表现得非常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最后一个视频 童趣这个关键词 我们看一下会是谁呢 请看 我是一只蜂蜂 能够在冬天零下 六度北京的公园里飞翔 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老不存在的 然而 这 只是我的想象 此刻的我躺在地上 从未离开过地面五米 这位白色羽绒服的男子 骗取了我的信任 我以为他会带我找到一片蔚蓝的天空 然而 算了 我说无意 没一句说明天的呢 今天 我们爱之心叫命令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把它放上去 你们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 这是什么事 好像比想象中的又难了 不要怀疑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是不是正常啊 大爷早安 大爷你好 大爷 我遇到你点问题 今天 我感觉我们能全全中 这样的吗 真的难不倒你们吗 我们如果不会全对的 我们现场把那些花吃掉 好 为了公平起见 你们两队经过讨论之后 把你们手上的这些就是标签 按一到五的顺序 然后交给我 我来帮你们贴 不然的话你们看别人贴完 很容易去参考别人的意见 太迅速了 太迅速了 那就这样弄好了 这么快吗 好 好 这是佳哥她们的 接下来是娜娜她们这一队 不是 如果要是这个结果的话 你们为什么要分成两个队呢 因为有可能一错错一窝 真的假的 我们有错的 绝对 你们为什么觉得喜欢皮卡丘 那个是周周 因为周周那个里面 他有那个吉他什么的 因为他说他音乐初心 喜欢摇滚是吗 对 不是 燕俊也在做创作 燕俊也在准备自己的音乐作品 因为他还要放风筝 所以可能最后一张 是这样的 燕俊呢 我开始是没有猜到 他是最后那个放风筝的 但是我觉得燕俊真是一个好孩子 因为他勤俭节约 那天拍外拍和今天来彩排穿的是同一件外套 那一条明显的 燕俊 要不是娜姐送你一件外套 北京冷 好吗 其实是一件吗 还是你有几件白色的外套 是 同一件 对 因为我那天拍完了我就直接来了 那这样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先揭晓 羽绒服出卖的这位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也是被他今天下午那个白色的羽绒服深深吸引 我们看一下五号是不是林彦俊呢 都怪羽绒服 不是 不怪羽绒服 但你那个风筝放的也真的是 人家是放风筝 你好像是放风了一样 我问一下你为什么说到你的不同的人生 你会想到要去拍放风筝 主要是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喜欢放风筝 然后那一天他说要拍私底下的样子 我就觉得想要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就放一下风筝 因为长大之后比较少有机会去放风筝对吗 也比较不会放 对 看出来了 你在想出这个好的想法之前 你有没有想过北京外面是零下很多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风筝并不是说飞不起来 而是它冻住了 你以为只有你冷 风筝也冷啊 你不给风筝穿个白羽绒服 它怎么能够飞得起来啊 好 下面皮卡丘这个两队都认为是周周 因为重点其实你们不是因为皮卡丘 是因为吉他对不对 还是太熟悉了 那到底是不是一个可爱的许位周呢 回答正确 周周我不知道你那么喜欢皮卡丘 对 就是我从小最喜欢的就是皮卡丘 首先皮卡丘特别可爱 然后呢小时候觉得他就是充满着冒险的精神 我就想像他一样 明白 回头你想着送他一个皮卡丘的风筝 没问题 没问题 那是我送你羽绒服 接下来呢我们悬念来了 你们为什么觉得这个养生的是蕾蕾呢 我太知道了 因为我跟他同班同学 然后吴蕾很夸张 我们上那个表演课 就是学校里边北方冬天有暖气 就很暖其实屋里 你外边穿羽绒服也就算了 他的羽绒服是白色的吗 还真有白色的 有白色的 他就是宝门杯手里 秋裤 然后秋裤 然后里面还有秋衣 就是那种很厚的那种 在很暖和的室内 他还是穿得很保暖 然后我们就上课 然后就看他就是演完之后 整个人都大汗 然后我们就说说那个 雷哥要不你把那个秋衣脱了吧 他又说 不行 一会儿着凉怎么办 但是蕾蕾 你真的后备箱 有那么多健身的东西 那个不是 不是 不是你是吗 我认了吧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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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底是不是你 因为我们觉得 他是正在剧组的嘛 然后那个后备箱 基本上就会放很多 他们很随便就可以运动 对 那就是平时 以备不时之需嘛 因为有时候 不时之需是怎么呢 你拍戏拍到 就有时候突然一下就出外景了 出外景你就需要那个按摩那个 那是不时之需吗 没有 就堵车的时候 哎呀 干什么呢 我就拿过来 其实后备箱如果那么多东西 你还是准备一个鞋靶子吧 要不要 好 那么最大的悬念来了 到底花美男是脸脸 还是花美男是俊臣呢 哇 如果我们会错钱这是 你们凭什么说 在家里摆满花的那个是脸脸 俊臣的声音我很熟悉 他哪怕他做了那个感觉就快了 但是那个说话那个风格是变不了的 怎么脸脸风格怎么 一是装修风格 二是插花风格 脸脸家真的棒 还有二楼呢 你们觉不觉得俊臣把茶叶说得那么清楚 其实有可能是在迷惑你们 不会 他上来喝茶好专业 那个感觉整个人很静 就那种感觉 俊臣是感觉跟现在的小朋友不太一样的 是好像灵魂里面有一些稳的东西 是不是 对对对对 揭晓了啊 花美男就是莲莲 有品味的就是俊臣 莲莲的节目破贝了 莲莲你真的是喜欢花 没有 是这样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那个桌子上摆的花 确实是我精心设计的 但是以前生活的时候 桌子没有摆那么满 会有半下巴 明白了 然后冰箱里的花呢 摆冰箱里面也确实有点过 但是摆一点点还是可以的 你冰箱里偶尔还是会摆一点点花 因为我怕她死 有的时候出差的话 就会两三天不回来的话 三四天 我觉得放冰箱里还是可以的 所以你是真实的 会去买花布置家的人 对 我是真喜欢花 真的吗 莲莲 真的 我是真喜欢花 特别喜欢 那个门呢 红色的那个 红色那个唇是有点做作的 就是大片大片的都是撑场面的 就是因为上块本 我去合计拿一点新的 我去合计出来 你知道吧 我跟你说 这里太多东北来的了 一看就知道东北的白发 东北就是比较扎实 给的量比较足 我觉得其实也不算是你完全夸张 因为俊成的满墙的杯子 也是有点夸张 但是那个是真实的吗 对 我是真的特别喜欢 不是 你那么多杯子 是买来干嘛的呢 就是 就是买来学习的 对 因为我特别喜欢陶毅嘛 然后想要自己以后 也去做一做 所以去买其他的师傅的 老师的杯子 我来作品来学习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年纪小小的 都是对这些就是很喜欢 你看到喜欢的杯子 你会收 也是会看缘分的嘛 觉得这个特别好看 特别吸引我我才会 好 那么恭喜两队都完全答对了 真是意外啊 提醒您 稍后看点 转家趣味小游戏 看他们如何花刃百出 什么跟狗狗一样 看地游泳比赛 开始 好 我们希望不好的游动员 已经出发了 目前双风 位置相同 快的大本营手机 这些合作伙伴 拼多多 上拼多多 点击百亿补贴 真补贴 真便宜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 网易云音乐 上网易云音乐 唱听十下热门流行歌曲 Vivo 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欢迎各位回到 由Vivo冠名播出的 快乐大本营 Vivo S5系列五重超质感美颜 照亮你的美 大家好 我们是 快乐家族 好 我们这一轮的关键呢 就是第二名 大家知道呢 我们在所有的比赛当中 都比较关注第一名 但是常常就忽略了 只和第一名差一点点的第二名 而今天这个非常有趣 我们所有的三个游戏 要争夺的都是第二名 幸运的第二名 游戏规则 总共三轮小游戏 每个游戏中排名第二的人 获得该轮胜利 其他人将公布游戏中的抓拍照片 作为惩罚 第一个小游戏 盘力神气球 挑战者在20秒内 最要出橡皮绳 用面部拍打气球 按照拍打次数进行排序 两队分别派出许卫洲 维嘉 郭俊晨 同卓 通过抽签 决定出这顺序如下 这轮游戏没有派出我 我怕把它扎爆 我知道周周在这个游戏 非常有优势 因为你喜欢摇滚 所以你的脖子是很好使的 对 最近也感觉也变粗了一点点了 玩吉他就会甩脖子 要pogo就是会这样 对 然后就甩到第二天就脱臼了 脱臼了 然后去学校里面上学 然后叫我修章 我就 那其实我可以定个高标准 那只能我够不着了 因为是这样的 几点要 如果周周定了一个 非常容易达到的成绩的话 很有可能后面三个人并列第二 对 如果他高标准的话 反正他就永远赢不了 他不管怎么样都赢不了 没关系 就是为佳哥能赢 对 就是他要想办法让为佳值 比他少一点 还要让别人不太容易 控制自己的成绩 对 这个没想到还是个脑子的游戏 所以周周的这个成绩是非常关键的 好 第一个挑战的是许卫洲 加油 好 来 准备 我们导演准备好计时 预备 计时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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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能控制方向 太勇了 好帅 5 2 4 3 2 1 时间到 太厉害了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麻烦 他觉得你嘴巴已经肿了 不是 麻烦你下去补一下妆好吧 等一下 周周先跟我们说一下你的感受是什么 嘴麻 嘴麻 挑战的不是脖子 我觉得最挑战的其实是 嘴巴 对 现在真的有一种风唇的效果 是吗 好 许卫洲的成绩是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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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接下来的挑战者要想办法让自己在20秒内完成79下 第二位要挑战的是我们俊晨加油 我还做不到这样子 你没有他那么灵活对不对 对 俊晨我知道了 你把你这样 不是 他那个 其实他那个打远了之后你还得自己办法拎上来 你就脸对着地 你就跟地对着拍你俩 什么 请记住我此刻的嘴唇 俊晨 预备 开始 开始 面对激风吧 你这脸对着地 你就跟地对着拍你俩 跟狗哥一样 我还有两个脸 也拍我 你应正在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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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子还已经不需要 还能喝茶吗 没问题 我们宣布一下 目前排名第二的是郭俊晨 59下 这么多 也就是说等一下 卓尔跟佳科只要没有超过59下 你就赢了 下面到同卓了 好 预备20秒 计时 开始 他就也快 卖了 时间到 时间到 我如果没数错的话 在78 9左右 79左右 确定 来 我们确认一下 因为是两位导演同时在算 最后他的成绩是 78 78 所以我要精准的到79 对不对 要精准的佳佳哥 佳佳哥要精准的到79才能有 对 佳哥 对 佳哥 佳哥或者你可以超过80下 让超过80下 让他成为第二名 对 你怎么这么棒 你太聪明了 刚才卓尔其实没有在省力 他到78下已经很吃力了 所以超过80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到 佳哥 佳哥可以的 佳哥用鼻子 用鼻子 佳哥可能没做点访谈吗 对 对 佳哥能不能精准的完成79下呢 到底第二名会花落谁家 20秒到几时 开车 开车 跳到场后节奏 节奏对对 不要让他上下 对对对对 跟着我的节奏 对对对 有希望 很棒 第一名 时间到 漂亮 加油 哦 佳哥是最稳定的 他几乎节奏没有变过 佳哥非常的稳定 说一下你的感受 真棒 你真棒 你真棒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佳哥的成绩将决定 到底谁是第二名 李佳哥的成绩是 我们直接来用技术器来宣布 李维嘉在20秒内完成的是 79下 79下 是精准的问题 是精准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下 高光时刻 高光时刻 太厉害了 除了我们第二名的维嘉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用Vivo S5 刚才捕捉的 周周 俊晨 和卓尔的刚才游戏的精彩瞬间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轮 第二轮的游戏叫二要出圈 我们每队要派出两个人 来进行抽签 娜娜 蕾蕾 套套 脸脸 请出列 要出圈 游戏规则 挑战着双手插兜 站于游泳圈中 想办法将游泳圈 从脚向上运送至头顶 直至全身穿过游泳圈 根据用时 进行排名 双方通过抽签 出站顺序如下 手插兜 紫兜你就抓住 你就 对对对插进去 对像哪吒那样 对 好 预备呗 预备 预备计时 开始 入手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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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他好像是个电动拳 是不是 非常的迅猛 对不对 谢纳花石 8秒9 太帅了 8秒9 接下来第二位是脸链 我也是这个拳吗 脸链准备 预备 先脚抬起来 连绝了 计时 开始 好丑 好丑 我知道是什么海折 不能躺在地上 海折 不能躺在地上 对 好 加油 下去了 下去了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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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这个真的是很没那么简单对不对 玩人的你知道吧 看娜娜做好像很容易 但是脸脸其实表达了这个游戏的基本难度 脸脸花的时间30秒13 没事 恭喜脸脸 目前你就是第二名 啥也不是 啥也不是 那我来吧 好到涂涂了 涂涂拥有一个 什么意思啊 那你用那个 我试试能行吗 你觉得 试试 你觉得呢 不是啊 我就直接站进去 我帮你试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过一下 准备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用点力 换那个吧 可以啊 来预备 海涛 准备 计时 开始 开始 哇 哈哈哈哈 别客气 oh no 哇 哇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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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杀了这个人 哈哈哈哈 我差点刚才给他干爆了 哈哈哈哈 海涛的成绩 哈哈哈哈 好 11秒46 这个后面要挑战的蕾蕾极大的困难 他要么就是比8秒9快 要么就要想办法在11秒46 对 之前好不好 要么就8秒9 好 接下来蕾蕾上场了 好 蕾蕾有压力了 我这个压力现在 心脏不通不通的掉 是的 那我的策略就越快越好 这样 你这样第一秒 起这儿第二秒 这儿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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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准备 预备 计时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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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曲名掌 杨茜 杨茜 資극 quieres 冇策 杨茜 杨茜茜 возвращ to.ico 極犯 五秒四八 贊 猶 se 恭喜娜娜拿到了正貴的第二名 可以可以可以 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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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惜了 这是我今年离胜利最近的一次 真的很棒 很棒了 好 目前的大比分 两位都拿到了一次第二名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个游戏 第三个游戏不用抽顺序 每队派出两个人来 在不知道长期的情况下 完成自己的挑战 二的双元游戏 游戏规则 每都各派两人进行一比一对战 挑战者仰面躺鱼赛道 进行汉地游泳比赛 两轮比赛后 四人中用时排名第二的人 获得胜利 第一轮 无心对战宿主儿 我说我好担心 我一不小心登场第一个怎么办 你最好是这样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好不好 可以 来 两位 运动员请就位 我有一点紧张 我有点紧张 预备 预备 比赛 开始 开始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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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很厉害 别接兵 冲锋 好厉害 回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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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这边 来 去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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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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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先 好 双方都记好成绩了 但是保密的 现在不能剪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两位男运动人要上场 最后比较四个人的成绩里面 谁是定位 下面派出两位宇南运动员是林燕俊 和我 这就各位 老师来了 和老师亲自出马 我想问一下燕俊 你喜欢游泳吗 很喜欢的 你上次游泳是什么时候 五年前 五年前 有点久 和老师你也喜欢游泳 你也游得很好 我现在唯一的就是说我要不要赢他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速度 是个策略问题 对 因为他速度如果很快的话我就要输他 然后比两个女生快一点我就赢了 整体我就赢了 拼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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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精神 运动精神 对 都别说了 小军 来 活动一下 来了 和老师 算了 一会儿该没字了 好 各位 盼力游泳比赛第二轮 预备 开始 开始 好 我们双方 运动员已经出发 双方 双方 位置相同向他比肩贴重 我的 从头两个一块 还能不能瞄准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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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唯一的就是说我要不要赢他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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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达了最二 哇 小菊 小菊 你后面应该还是再压一点 我个人觉得 我在林月娟后面 在无心前面 柯老师 我刚从这个角度看得特别清楚 你的脸 不是 是这样的 因为我一直要看他 你知道吗 就一边滑 一边游 一边还回头看 你有在管我的速度吗 最组的照片就好看了 有 你有在管我的速度 那你为什么要赢我呢 我刚刚不知道 就好多人在说 快一点 慢一点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好紧张 走走走 我们来看成绩 首先公布女生组的成绩 女师组的成绩 现在就在我们的手中 在我们的手中 组完是 19秒57 掌声鼓励一下 让我们记住这个成绩 让我们期待一下 吴欣的成绩 吴欣在这一次的过程中 他激发了自己的潜能 他的成绩是18秒91 所以女生组的冠军是吴欣 对 所以 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好开心的 人家赢了 我只要 我只要比吴欣快 对 我就赢了 接下来是男子 我现在要赢了 好 首先 我可以非常责任地 告诉二位 当之无愧的冠军 冠军 第一名是 小菊 小菊 为什么我比他还开心 他的成绩是15秒44 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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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去掉一个最快的15秒44 我如果比星星慢的话 我比星星慢的话我也输了 现在竞争就在何老师跟弘欣当中 何老师的成绩是 18秒09 18秒09 所以最后攻击的是何老师 何老师在整个的过程中 完全一边游 一边就用眼神在瞄着整个的全局 接下来请何老师说一下他的获胜感言 我就是千年老二 西拜西拜 西拜西拜西拜 西拜西拜西拜 太精彩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 我们用VivaS5拍下的大家 这个比赛的镜头好不好 先看我们祖儿的来 可爱可爱 特别像摔倒了 不是是好像被别人推倒了 对对对摔倒的吧 面小药水 好我们再来看欣欣的这一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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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被推倒了 欣姐你真是戴了个帽子 不是不是 欣姐的发辫 飞机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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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接下来我们看小菊的照片 好厉害 为什么人家就这样 为什么 这个也太偏心了吧 是来这儿 是来这儿你直接把摔倒开了 是吧 不是 我觉得他是扛赢的我 好来 看一下我的 核老师 看核老师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夫智角 哈哈她想太丑了 现在 何老师 你的应该跟星星的P在一起 最后的这个大的比分呢 就是蓝队获胜了 那么刚刚呢 我们用我们的Vivo S5系列的这个手机呢 记录下来这个游戏时刻 那这些有趣的照片呢 是由自拍前置3200万像素 五重超质感美颜的Vivo S5手机来拍摄的 那不仅是这一轮的游戏呢 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都是跟二相关 那么现在我想考考大家 到底这个有哪些二 跟我们这个Vivo S5手机相关呢 我觉得最特别的是 我们的Vivo S5手机呢 我们的前置摄像头 有3200万的摄像头 一个二出现了 一个特别厉害 后置呢也跟二有关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Vivo S5后置2.2的零形摄像头 它拥有4800万的高清AI四摄 哇 五重超质感美颜的 第二重就是肤质美颜 通透质感的磨皮效果 让你拍出质感的肌肤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跟二有关的 就是我们这一队里有两个英俊少年 分别是周周跟小菊 来了来了 我们现在就拿出我们的Vivo S5 前置3200万 自拍一场 来 小菊 别被挡住小菊 来 上拼多多点击白译补贴 真补贴 真便宜 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 脑内火拼 是上最激烈的天旁主词 说出两个字都是口字旁的词语 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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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吐 过 又回去了 喷 喷吐 没有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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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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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大本营首期合作伙伴 拼多多 上拼多多 点击白译补贴 真补贴 真便宜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 网易云音乐 上网易云音乐 唱与时下热门流行歌曲 Vivo 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 欢迎各位回到 由Vivo冠名播出的 快乐大本营 Vivo S5系列 五重超质感美颜 照亮你的美 大家好 我们是 快乐家族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 拼多多 上拼多多 点击白译补贴 真补贴 真便宜 感谢官方合作伙伴 网易云音乐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网易云音乐 唱听时下热门流行歌曲 谢谢 欢迎各位来到 欢迎各位来到由 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玩法 叫做恰恰锤 什么叫恰恰锤呢 大家知道 有一个五种叫恰恰舞 就是我走一步 你退一步 我走一步 你退一步 我进两步 你退两步 所以是一个你进我退的游戏 恰恰锤 游戏规则 现场将有一个来回运动的恰恰车 每流每队 派出两人附加在车上 拿锤子进攻 轨道两端 则有队员进行答题 游戏开始后 两队答题人员 将回答同一道主词题 比如 请说出偏旁 都是草子头的词语 游戏开始后 恰恰车 将向事先决出的答题队移动 只有答题正确 恰恰车 才会向反方向移动 两队人员只有通过快速的答题 让恰恰车更靠近对方 进攻人员 可以随时用锤子 攻击对方答题队员 如答题队员全部掉入海绵池中 则游戏结束 面对蓝势汹汹的恰恰车 大家可不要掉以轻心啊 加油吧 红队的答题方是欣欣和周周 蓝队的答题方 蕾蕾和祖儿 红队的进攻方 小菊跟涛涛 蓝队的进攻方 是娜娜和俊臣 好 有没有信心 欣欣 周周对对方放一句狠话 好厉害 吓死宝宝了 好 先答的是蓝队 先答的是蓝队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一轮 我们的偏旁部首是哪个 请看 请说出两个字 都是口字旁的词语 我的妈呀 一定是口字旁 不是这个大的那个口 口框不行 回那个不行是吧 对 了解了啊 口字偏旁啊 口字旁 来 准备 开始 哈哈 谢谢 OK 嘿嘿 楼楼 什么 楼楼楼 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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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呕吐 过 哦 呕吓 过 喷喷吐 不认识 没有认识 想不起来 123 123 拉了 想不起来 拉了 拉了 喝喝说过了 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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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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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蓝队获胜 耶 我俩好弱 好坏 哈哈 你们现在整我们呢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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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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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第二轮 答题的是 娜娜同卓 红队答题的是 涛涛脸脸 蓝队进攻的是 吴蕾组儿 红队进攻的是 佳哥周周 雙方 左好准备 第二轮要开始了 刚才呢 红方落败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给红方多一个机会 我们让蓝方先来答题 左好准备 二姐 再见 再见 我跟你说上一把你们落败了 这把你们将继续落败 哇 错了 不可能有第二次 对的 没有第二次 你们没有第二次机会的 哈哈 你们一样都是输 凯涛你要说什么 听不见 涛涛你要说什么 你们还是要加油啊 你们如果不行的话 就回家去看神奇的汉字吧 你们也要加油啊 你们要不行的话 你去看朋友请听好吧 好的 来准备 请看题 请说出两个字 都是女字旁的词语 答题 开始 妈妈 过 妈妈过 姨妈 过 姑妈 姑妈 过 过 过 姑娘 过 姐姐 过 妹妹 过 姑姑 过 婚姻 婚姻漂亮 过 终于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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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又回去了 又开始数人绵了 过 车都卡了 中间人快吐了 姑奶 婆婆 婆婆 女字旁放在下面 可以过 不 奶妈 奶妈 媚婆 媚婆 过 妹妹 不是 婆婆 有说了 说完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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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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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是啥 这边碰都没碰到 恭喜蓝队又获胜一次 这一轮非常的精彩 接下来蓝队答题的是蕾蕾俊晨 红队答题的是佳佳 燕俊 蓝队进攻的是卓尔 组尔 红队进攻的是吴欣 脸 脸 首先 我们问一下 红队的佳佳和小菊有没有信心 有 谢谢 好 这边蕾蕾和俊晨有没有信心 有 爸 大家注意 其实很多的偏旁户手 这个词是有系列的 你往那个系列方面去想 比如说像女字旁 它比较多的是女系的这样一个亲属 或者是形容一个女生她的特质 比如说像舞妹 妖娆 平婷 蛇娜 妖媚 好 来准备 看一下这道题是什么 请看 请说出两个字都是月字旁的词语 挑战 挑战 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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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胳膊 过 胳膊 过 朦胖 朦胧 说过了 肥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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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肥胖 过 肥胖 过 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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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你跟你的兄弟什么什么相照 肥胖 肥胖 过 我没 我没 肾脏 肾没有 肾没有 过 肾有悦吗 悦自己 肝脏 肝脏过 肝脏 肝脏过了 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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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 脏脏 脏脏很脏 脏脏不行 不行 真的不行 眼睛 眼睛是木字旁 脏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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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脏 哈哈哈哈 啊 啊 肚解 什么什么听不听不到听不到 过过 肚解 肚解 这个肚解肚解 过过 过过 我说了他台 他说了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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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胖 胖胖 可爱 过 脸脸 脸脸 过 肥肥 肥肥 过 肥肥也可以吗 非常著名的一个全能艺人 肥肠 肥肠 过 肥肝 没有这个词 没有肥肝 肝肥 肝肥 肠肥 肯肥大有过 肯肥 肯肥没有 胸肌 过 膨胀 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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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 美队依然是派两个人进攻 但是可以派三个人答题 好 我这次知道什么叫夜问 好吧 夜问 我有种预感 我们会把你们推下去 来吧 不是 我们那边的打人的人都娇小 又瘦瘦的又好看 这不瘦瘦的吗 好看吗 这不都齐了吗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因为刚才是蓝队落败 所以这次我们从红队开始答题 这一题非常适合红队 我们来看一下这题是什么 来 请说出两个字的偏旁 都是三点水的词语 海涛 colleague 凯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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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飓 凯ce 凯ce stroll d それは 琉璃不是 河流 河流 过 海藻 海藻 藻不是三点水 藻不是三点水 不是 洗海藻 洗海藻 过 涛涛 涛涛 过 洋流 流 流洋 流洋 流洋不是那个流洋 旁托 等一下 流洋不是那个羊 流洋可能不是 旁托 过 泡泡 过 泡沫 过 泡沫 过 泡沫 过 过 洗脚 洗脚 脚不行 泪流 泪流 泪滴 泪滴 过 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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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能够站稳 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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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迎来了两大爱情场牌的对决 场牌主力人为招募练习生 选出魅力技能 惊叹是会唱歌的 接下来是黄底玉的剧舞表演 有点不可能笑两年 喜马舞 爱情练习题 看他们如何甜蜜化解 你遇到了一个帅气的男生 想要去加个微信认识一下 听说长得好看的人 二维码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齐伤100分 你青梅竹马的朋友约你出来 其实你一直暗恋他 而他只是把你当做好兄弟 他高兴地对你说 我有喜欢的人吗 我知道 但我说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你 这我不知道 恋恋拍照运动会他们帅气出招 帅气 帅气点 1 自己打我一下 走 颜值照 表演有点刻意 甚至想要给出负分 左性踢一个两秒 加油 还有独家恋爱秘密大公开 很喜欢院里一个小女孩 当时候女朋友问我说 还挺幸福的 说得好好啊 是否支锤 找到你觉得是正确答案 挣到地墙上面 太可怕了 我把你们正确的答案全部放在外面 全摘下来一起砸 什么事 欺负她 一个铁憨憨 有人关系 有人愁 哇 冰冰像摘果子 知道 冰冰好厉害 走 全倒不出去 太惨了 这个游戏不能有谢冰冰 240分 如果少一分我都翻脸 就算加给你们 你们还是差个几百分 下周六晚 等你一起修炼爱情 好 来掌声给她们 好 祝贺祝贺 那么以上就是Vivo冠名播出的 快乐大饼的今晚的全部内容 Vivo S5系列 五重超质感美颜 照亮你的美 我们恭喜蓝队获胜 耶 那么我们本期快乐大饼和 芒果V基金将会以蓝队的名义 习惯踩进去 欢迎看 412大饼和314多 320多 5% 3255 8155 619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